江萨秀朋友拿著玩具槍 在废墟中玩耍 伊斯蘭神聖斋戒月結束 开始庆祝开斋节 但以色列军队不管节庆 坦克大军持续开进加萨 扫荡哈马斯 车子被炸得面目全非 大批民众围在一起祈祷 因为里面坐的不是一般人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证实 他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孙子 趁着开斋节到加萨北部 拜访亲戚途中 遇上以色列军队空袭 事发当时哈尼亚 正在卡达的一间医院参观 哈尼亚被告知二号后 看起来似乎相当冷静 他说自己孩子的血 没有比人民的血更珍贵 继续参观行程 以色列则称哈尼亚的三个儿子 都是哈马斯武装组织特工 准备要发起恐怖行动 哈尼亚是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 常驻卡达 是哈马斯外交强硬代表人物 61岁的他育有13名儿女 他说以哈开战至今 他已经有60个亲人上名 他也谴责以色列攻击 呛吓他不会因为孩子被杀 就在停火谈判中让步 而以哈战火恐怕扩大 现在传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 已经见在前上 美国情报认为 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发动导弹 或无人机攻击 德国汉沙航空时候宣布 将暂停所有飞往伊朗 德黑兰的扳机 哈喽 我是镜亚花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